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一看第一句话 一只乌鸦口渴了 到处找水喝 再来读一读第二句话 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 想出办法来了 在这句话当中还藏着三个会写字呢 请你们拼一拼 检查写字三个一 开始书写吧 对照屏幕检查一下 你们都写对了吗 如果有错误 要及时改过来 把这两句话送到课文里 再来读一读 想一想 口渴的小乌鸦可能去哪些地方找水呢 小乌鸦可能去树林 草原 田野找水 文中用一个词语写出了这么多地方 是哪个词语呢 对 就是到处 我们一起读读这个词语 到处 放到句子中 再来读一读 一只乌鸦口渴了 到处找水喝 你们听 此时的小乌鸦多着急呀 它多想快点喝到水呀 那么 小乌鸦在找水的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请你们读一读课文的第一个自然段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乌鸦看见一个瓶子 瓶子里有水 但是瓶子里水不多 瓶口又小 乌鸦喝不着水 乌鸦为什么喝不着瓶子里的水呢 因为瓶子里的水不多 瓶口又小 所以乌鸦喝不着水 这位同学用上 因为所以这样一组关联词语 说清了 乌鸦喝不着水的原因 请你们仔细看看书上的插图 为什么水不多 瓶口小 乌鸦就喝不着水呢 瓶口很小 但是把乌鸦看见瓶子里有水 觉得有水喝得高兴 和后面喝不着水的着急连接起来 你们能读出这种变化吗 乌鸦看见瓶子 乌鸦看见一个瓶子 瓶子里有水 但是瓶子里水不多 瓶口又小 乌鸦喝不着水 这位同学读出了小乌鸦 从高兴到着急的心情变化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也试着读一读吧 眼看着的水喝不着 真急人呀 此时的小乌鸦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它着急的自己问自己 怎么办呢 句子末尾的小问号 读出了乌鸦心里的疑问呢 和老师一起读读这句话 怎么办呢 想象着此时的画面 连起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吧 一只乌鸦口渴了 到处找水喝 乌鸦看见一个瓶子 瓶子里有水 但是瓶子里水不多 瓶口又小 乌鸦喝不着水 怎么办呢 乌鸦最后又是怎么喝着瓶子里的水的呢 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的二三自然段 用直线在文中画出来吧 我们听一听 学习小伙伴是怎么画的 请大家看第三自然段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 乌鸦就喝着水了 乌鸦是用往瓶子里放小石子的办法喝着水的 你们画对了吗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这里的一颗一颗去掉行吗 请同学们结合书上的插图来看一看吧 不行 我看到涂上瓶子的瓶口很小 只能一颗一颗的放 不行 乌鸦的嘴巴又细又长 一次只能掉一颗小石子 这两位同学观察的可真仔细呀 把一颗一颗这个词语放进这句话中 再来读一读吧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这位同学的朗读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只 耐心放石子的小乌鸦呢 石子放入水中 水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睁大眼睛仔细看 随着石子一颗一颗的放入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去 水面就一点一点升高了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仔细 你们发现了吗 文中用渐渐这个词语 形容水面升高的过程 渐渐这个词语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意思 把渐渐放进这句话中 再来读一读吧 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 乌鸦就喝着水了 像这位同学这样朗读 就能把水面渐渐升高的过程 读出来呢 连起来读一读 乌鸦是怎么喝着瓶子里的水的呢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 乌鸦就喝着水了 为什么瓶子里放进小石子 水面就会升高呢 你们看 石子放入水中就沉入水底 把水挤开了 水面就渐渐的升高了 那么小乌鸦为什么会想到 用这样的办法来喝水呢 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 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联系上下文真是学习的好办法呀 再读读这句话 这句话中还藏着乌鸦的两个动作呢 看见 看见 想出 为什么乌鸦看见了许多小石子就想出了办法呢 拳头大小的石子行不行 只有两三颗石子行不行呢 再读读读 Rangers 看着一两三颗石子 这位同学结合上文很会学习 看来小乌鸦不仅仔细观察 还认真思考了呢 连起来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吧 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 想出办法来了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 乌鸦就喝着水了 如果瓶子旁边没有小石子 你们会帮助乌鸦想到什么办法呢 乌鸦可以找动物朋友们来帮忙 把瓶子轻轻推倒 水流到瓶口的时候就能喝到水了 乌鸦可以找来长长的西瓜 放进瓶子里就能喝到水了 这两位同学动脑筋 帮助小乌鸦想到了办法 小乌鸦可要谢谢它们呢 这节课我们跟随着小乌鸦一起 经历了找不着水的着急 发现水的开心 喝不着水的失望 最后喝着水的高兴 体会着乌鸦心情的变化 再来读一读课文吧 读完课文 你们有什么收获吗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 不要害怕 要像小乌鸦一样动脑筋小办法 多观察 多思考 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收获呢 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写多和支这两个字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这两个字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书写时先写上面的部分 再写下面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多这个字 多是两个字组成的 上小下大 书写这个字时要注意 一笔撇从竖中线起笔 四笔撇穿过中心点 五笔横撇横压在横中线上 两个点儿收笔都在竖中线上呢 伸出手和老师一起写一遍吧 撇横撇点 撇横撇点 再来读读这个字 支书写这个字时要注意什么呢 上边口字的横斜压在横中线上 下面的八字底 最后一笔那要变成点儿呢 伸出手和老师一起写一遍吧 支 上面一个口 上宽下窄向下收 下面八字底撇合长点儿要对称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 按照书上的贩字 描两个写一个吧 写字的时候要注意三个一 开始书写吧 同学们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书写的生字 支字写对了 还注意了支的最后一笔是点 书写很规范 奖励给他书写心 多字写得干净整洁 要是两个点收笔都在竖中线上 上下两部分就能对齐了 听了这位同学的建议 他又改了一遍 你们看 这次他写得多漂亮 请你们也对照书上的贩字检查一下 如果能做到正确 规范 整洁 就给自己也画上三颗书写心吧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再次走进了乌鸦喝水的故事 朗读了课文 学习写了生字 下课以后 你们可以把这个有趣的故事 讲给家里人听一听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